第一讲 心与经营 人生与经营都是自己内心的反应 在这里我要讲的是心与经营 我想通过对自己大半生的回顾 谈谈人的内心会给经营带来怎样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 我在救治中学里患上了结合病 一度濒临死亡 当时我摄取不到足够的营养 只能休学回家卧床休养 我的叔父和叔母在战争时期就死于结合病 那个时代结合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 继叔母之后 叔父也染上结合病 随后我这个侄子又患上同样的病 因此外面疯传道圣家有结合病的遗传 那个孩子恐怕也不行了 那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读到一本宗教方面的书 书中写道 灾难和幸福都取决于人的内心 一个人拥有怎样的内心 就会创造怎样的境遇 也就是说 如果将患病归咎于你的内心 那么感到幸福也是你内心的缘故 读后我深受触动 当时我并非病入膏肓 只是处于结合病初期的肺浸润阶段 每天躺在床上 骨瘦如柴 瀕临死亡深渊 那本书正是在那样一种境况下读到的 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相信身边的现状是自己内心的反应 在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 我的家乡路尔岛在轰炸中被烧得面目全非 我虽然症患结合病卧床休养 可是为了不给父母增添麻烦 每次遇到空袭 我都逃到防空洞里 空袭越来越猛烈 我们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家面临被烧毁的危险 我在空袭中拼命奔逃 不知不觉中 竟忘记了自己的病情 等意识到自己还是个病人时 疾病竟然已经痊愈了 后来我的身体逐渐恢复 大学毕业后我参加了工作 27岁那年 意想不到的开始经营今天的精辞公司 到今年正好历时28年 在最初工作的公司里 我担任主任一职 我和以前的上司 课长 部长 以及我的助手 总共7人携手又创办了一家公司 之前的那家公司激进倒闭 我们的初衷 是自己创办的这家中小企业 能养活我们即可 我们创办和经营这家公司 试想 无论怎样 充其量 我们也只能 办成一家有两三百名员工的企业 这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 可是今天我们的公司 已经发展到 连我们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地步 销售额达到两千多亿日元 员工一万两千人 资本金三百多亿日元 我们在美国创建了四家工厂 仅美国员工就雇佣了两千多名 当时我满口鹿尔岛方言 连普通话都讲不好 现在总算能讲普通话了 可是语调还是略有不同 这样一个人 将业务发展到海外 创办并经营着多家工厂 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因罹患结合病 而濒临死亡深渊时 我从书本中领悟到身边的现状 忠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 27岁那一年创办公司 此后28年间 出乎意料的事情 在我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 这两件事体现出 人内心的作用 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对此 普通人恐怕难以相信 我是搞技术出身的 我们的企业经营 就从我所从事的 陶瓷研究工作开始 也就是说 我是搞技术的科研人员 因此 我完全没有将人心的问题 纳入所谓技术和研发中去考虑 我们彻底追求经营的合理性 坚持以科学的方法 开展经营活动 然而无论如何 我还是感觉到 人的内心对身边的现状 有巨大的影响 那期间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读到一本宗教方面的书 书中写道 灾难和幸福都取决于人的内心 一个人拥有怎样的内心 就会创造怎样的境遇 也就是说 如果将患病归咎于你的内心 那么感到幸福 也是你内心的缘故 独厚我深受触动 看得见的部分和看不见的部分 我认为 企业中有看得见的部分 也有看不见的部分 看得见的部分 指的是资本金的数额 财务的稳健性 拥有多少 包括不动产在内的抵押物 以及技术开发和人力资源等 用数字可以量化的内容 看不见的部分 指的是领导者的信念或人生观 还有员工营造出的氛围 也就是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是在前一末化中形成的 事实上是企业员工内心的反应 或者说 员工的内心意识 营造出的氛围 就是企业文化 我认为 与可用数字量化的资本实力 技术实力 和人力资源等 看得见的部分相比 看不见的部分 对经营的影响要大得多 我自己的经历 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一点 我毕业于家乡一所大学的 应用化学专业 当时不过是一名 化学领域的技术员 并不是什么陶瓷专家 总之 我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 学历也不过如此而已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肯定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人 才聚集在我这样的人周围 而且我也没有雄厚的资产和资金实力 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 企业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这肯定是因为看不见的部分 产生了巨大影响 企业文化是在前一末化中形成的 事实上是企业员工内心的反应 或者说 员工的内心意识营造出的氛围就是企业文化 人类的意识也可以传递给植物 我这么说 大家可能不太相信 下面我想举一个或许有些牵强附会的实力 借此说明人的内心具有多么强大的影响力 大约在半年多以前 NHK日本放送协会播出过这样一档电视节目 众所周知 植物之所以对光线有反应 是因为植物体内具有光感受气 树木也好 花草也好 都是向阳的一面枝繁叶茂 而背阴的一面枝条生长缓慢 叶片也很稀疏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向日葵的圆盘 朝着太阳的方向转动这一现象 每一棵树都是向阳的方向 只也茂盛 植物吸收太阳的能量 将空气中的碳 地下的水分和矿物成分 一起经过碳同化完成光合作用 因此植物对光线非常敏感 这方面的知识 我想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NHK播出的这档节目 是对植物进行的一个实验 目的是测试植物对声音是否有反应 看植物是否能感知到声音 节目很吸引人 整个实验过程 是在植物的叶片里装上一个 类似于人类使用的测谎仪那样的装置 然后安装试播器和记录器 测试植物听到声音后 会发生怎样的反应 给植物播放音乐 当实验人员改变音乐的类型时 是播器和记录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实验中尝试给植物播放各种音乐 比如古典音乐 流行音乐 结果植物传递出的波形发生了改变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还不清楚 只是看到波形发生了彻底改变 植物之夜表面的电流发生了变化 说明电流在声音的作用下发生了改变 NHK的节目中还介绍了下面的事例 美国爱奥瓦州有一位中年男 子开着拖拉机施肥 拖拉机上安装着大型扬声器 他一边播发古典音乐 一边施肥 NHK的记者采访他时问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回答说 施肥时播放音乐 产量会增加20%至30% 苏联也进行过一个有趣的实验 实验是在十多年前进行的 目的是测试植物是否能感知到人的意识 也就是人内心的想法 这个实验是由苏联科学院的心理学家开展的 他们用一盆花做实验 在花上安装测谎衣 科学家先让女助手心中默想 这盆花美极了 太可爱了 观察植物传递处的波形 然后让这位女助手心中默想 这盆花太脏了 真想把它扔掉 再观察它的波形 结果研究人员发现 安装在盆栽花中的电极输出的波形 截然不同 这项实验引起了巨大反响 美国和欧洲立即开展验证性实验 可是结果却证明 这项实验没有复现性 苏联的实验小组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 这项实验被指责为胡编乱造 气势道明 苏联方面及时调整了实验方法 上次的实验被证明没有复现性 这回他们请一位容易被催眠的女性 参与到实验中来 让一位催眠技术高超的心理学教授 坐在她身边对她进行催眠 在她彻底进入催眠状态后 同样在她面前放置一盆花 诱导这位女性在潜意识中 默想着盆花太脏了 真想把它扔掉 接下来再让她默想着盆花美极了 太可爱了 整个实验过程 就是让这位女性在潜意识中 默想上面的内容 这样一来 复现性就出现了 被催眠后发自内心的想法和别人让你那么想 两者的意识水平是不同的 因此要想使想法发自内心最好进入催眠状态 此次实验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总之 这次实验对人的意识和意愿水平进行了强化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植物对光是有反应的 在NHK的节目中 我们看到植物对声音也是有反应的 苏联的实验又向我们证实 植物对人的意识和意愿也会做出反应 我们都知道 动物能明白人的意识和意愿 猫和狗有时都能看透 我们内心的想法 植物同样也能感觉到我们的意识 每一个细胞都具有意识 最近 基因工程学和基因生物学发展迅速 转基因等新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我曾拜访过京都大学的一位老师 当面向他咨询了这方面的情况 转基因的实验是这样的 提取包括癌细胞在内的人体的各种细胞 在玻璃培养敏中 培植含大量营养成分的培养基 然后把细胞放入培养敏中 使细胞增值 那位老师告诉我 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到 再放入大量细胞的培养 敏中 细胞不断分裂 增值 而只放入几个细胞的培养敏中 细胞的活动非常缓慢 迟迟不见增值 他对我说 道圣先生 以前我并没觉得 你强调的人心有多么重要 可是这项实验改变了我的想法 那些小到只有几微米的细胞 一个一个也都是有意识的 单个细胞是没有头脑的 可是对于一个简单的细胞而言 只要周围有自己的同伴 他们就仿佛能感觉到 来自同伴的意识一样 以不可阻挡之势 迅速增值 如果同伴稀少 他们就微米不振 迟迟不见增值 那位老师一脸认真的对我说 所以也许每一个细胞 都是有意识的 那位老师的话 和前面谈到的植物实验 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内心有各种各样的意愿 我们很容易认为 这些意愿只产生于脑细胞 可是我们的身体 是由数量无限庞大的 60万亿至7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 所有这些细胞 也许都是有意识的 我们的意识 并非仅由大脑的思考而产生 经营者要担心 经营中方方面面的问题 常听人说 如果不累到吐血 就成不了一个成熟的经营者 那么 为什么担心经营中的问题 会累到吐血呢 难道担心一件事 不只是大脑的任务吗 事实上 的确不只是大脑的任务 遇到令人担心的是 心想糟糕 此时全身60万亿至70万亿个细胞 都会在这种忧虑的影响下颤抖 并非只有脑细胞能感知 意识到这种忧虑 而是在脑细胞感到忧虑的瞬间 全身其他的细胞同时也开始忧虑 举一个例子 可以证明这个事实 比如当我们心怀忧虑时 精神持续紧张会导致胃溃疡 胃壁的细胞是非常强健的 人摄入食物后 胃会分泌胃酸 胃酸这种物质 我们在化学实验中经常用到 它的主要成分是盐酸 是一种连铁都能融化的强酸 我们的身体 有时分泌出刺激性很强的胃酸 我们就会感觉胃部火辣辣的痛 胃酸平时是储存在胃里的 胃的内壁很结实 足以抵御胃酸的侵蚀 可是当我们内心有所 忧虑 精神持续紧张时 只需三天时间 就会患上急性胃溃疡 这种情况十分常见 此时 胃酸原本奈何不得的胃壁 被融化 出现了孔洞 胃壁本来可以抵御胃酸侵蚀 却由于人的内心忧虑 而发生了变性 这个例子说明 担心某件事的 不仅仅是大脑 而是全身所有的细胞 所以 因为担心某件事身体崩溃 是有可能出现吐血现象的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所有细胞都是有意识的呢 比如说 肠胃的消化吸收不好 肚子不舒服 起初头脑还能保持清醒 并正常运转 过不了多久 情绪就会变得低沉 大脑就不好使了 恐怕没人 有过肠胃不舒服 头脑却能清醒运转的经历吧 腰部和头部也是各不相干 可是如果腰痛 头脑就会变得沉重 精神也无法集中 总之 身体的某个部位 感觉不舒服 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状态 我们不妨这么想 这并不是因为只有那部分身体的细胞感觉疼痛 并将疼痛传递给了神经细胞 而是那部分细胞具有意识 这种意识影响到了全身 经营者要担心经营中方方面面的问题 常听人说 如果不累到吐血就成不了一个成熟的经营者 那么为什么担心经营中的问题会累到吐血呢 难道担心一件事不只是大脑的任务吗 事实上的确不只是大脑的任务 心想事成的条件 前面谈到内心描绘的情形会成为现实 不过如果只是内心希望如此 是不会成为现实的 事实上 我们内心描绘的现象 有时能实现 有时却实现不了 实现的人就相信这种说法 没实现的人就会反驳说 你说什么呢 如果都能心想事成 螃蟹就不会横着走了 有人能实现 有人实现不了 只能说明这种说法不科学 所以如果大张旗鼓地宣扬这种说法 很容易让大家认为 这是一种新兴宗教 就会有人说 那家伙说的都是骗人的吧 如果只要心里这么想 结果就一定会如此 那么把方法告诉大家 大家都能心想事成 也就相信了 可是情况并非如此 为什么大家不能心想事成呢 我感觉 要想让内心描绘的情形成为现实 是需要前提条件的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 这个条件应该是 内心的意愿必须非常强烈 而且非常持久 只有内心的意愿强烈而持久 才能表现为外在的变化 前面我们谈到的那个实验中 女助手被催眠后 在诱导下她内心 莫想把这株植物扔掉吧 当这个想法发自她的内心深处时 植物才会做出反应 因此 实验采取的方式 是对被适施以催眠术 使其进入催眠状态 让她的想法真正发自内心深处 想法必须发自内心深处 这意味着内心的意愿非常强烈 无论如何都要这样 而且 这个强烈的意愿必须持久 我想 大概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意愿 让我们心想事成 必须毫不怀疑 心无杂念 结果会不会是这样呢 要是这样的话 就能赚到钱了 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意愿 也就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了 自己从内心深处就不相信的事情是 不会实现的 只有始终坚信 内心的意愿才能成为现实 回想起来 京思公司就是依靠强烈而持久的意愿创办起来的 公司成立支出建在京都的西支京原艇 资本金300万日元 吸纳了七位志同道合者和20名初中毕业生 晚上 我和七位同人边喝酒边给我们自己鼓劲 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成为京都西支京原艇第一的企业 接下来会成为中京区第一的企业 然后成为京都第一 日本第一 全球第一的企业 当时企业的资本金只有300万日元 刚刚租借其他公司的仓库建起了工厂 我们就说出了建成全球第一的企业这样的豪言壮语 像梦话一般 我们接二连三的说出西支京原艇第一 中京区第一 京都第一 日本第一 全球第一 在别人看来 这简直是愚蠢至极 而我们自己却一脸认真的相信一定能做到 缺乏热情的人可能会想 真是痴人说梦啊 认清现实吧 在旁人看来 连西支京原艇第一这个目标 我们都不可能实现 更别说全 求第一了 可我们自己却是认真的 我们沉浸在自己的意愿之中 要想使理想变成现实 需要有如此强烈的意愿 俗话说 经成所致 今时为开 无论做什么事 只要信念坚定 就能心想事成 我认为这是实现内心意愿的根本所在 那么 是否只有强烈的意愿就足够了呢 我感觉 似乎还应该有另 外一个条件 这就是在内心把美好的意愿描绘出来 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很多经营者的经历中看到 不少经营者接二连三的遭遇破产之类的倒霉事 政治领域也有类似事件 比如显赫一时的人物走向毁灭 在很多情况下 成功与失败之间仅毫厘之差 那么 失败与持久成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差异呢 无论如何都要成功 这种强烈而持久的意愿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不过 源于一己私利的意愿 虽然可以让我们获得一时的成功 这种成功却无法持久 内心的多重性 我们的内心有多重性 略加思考 我们就会明白 最基本的层面就是所谓本能 它是随着我们姑姑坠地与生俱来的 婴儿一出生就渴望吸吻母亲的乳汁 这就是一种本能 本能是上天赐予我们的 它让身为肉体的人类能够保护自己 并维持身体的功能 这属于一己之私利 是自我本位的 换言之 这是主观之心 很多人仅凭本能工作 他们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 随着人的年龄增长 学识和修养日益深厚 高于本能一个层面的理性开始萌发 理性是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思考 摆脱主观 从客观的角度把握事物 并对事物进行分析 推理和判断 这是科学产生的源头 比科学更高的层面 超越了理论 理性更加崇高 蕴含着更丰富的精神 我们一般所说的良心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它高于理性 比如乐于帮助贫困者 还有我们常说的善解人意 那么 我们在开始时谈到的强烈意愿 来自内心的哪个层面呢 是来自一己私利的本能 还是来自理性呢 以企业经营为例 境界略高的经营者 可以摆脱一己私利 时刻牵挂着员工的利益 我自己也想成功 可同时也希望给员工带来幸福 现在以这么低廉的工资雇佣员工 我一定要通过不懈的努力 获取更大的利润 让员工尽可能地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正是为此而努力的 再高一个境界 思考的问题又会有所不同 为了使社会更加完善 我要通过工作 为社会做出贡献 只是意愿强烈还不够 意愿的来源也很重要 如果来自本能的强烈意愿 是自私自利的 只考虑自己不顾别人 那么正如前面所说 这是主观之心 是利己之心 因此这个意愿的实现 肯定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他们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 会和许多人产生摩擦 总之 他们是牺牲周围人的利益 去追求自己的成功 这样的行为必定会产生反作用 他们或许能获得一时的成功 但是在反作用下 终将一败涂地 而如果境界更高 以博爱和慈悲之心为基础 那么意愿越强烈 则企业越繁荣 发展越持久 失落与持久成功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差异呢 无论如何都要成功 这种强烈而持久的意愿 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不过 源于一己私利的意愿 虽然可以让我们获得一时的成功 这种成功却无法持久 员工的意愿决定企业的命运 鉴于上述观点 企业领导者终日心怀怎样的意愿非常重要 大家可能会想 我内心所想没有妨碍任何人 我想什么不用别人知道 我们自认为只要自己不说出来 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然而我们内心的想法却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影响 企业领导者都有自己的经营理念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经营理念 很多情况下 我们听到其他企业的经营理念后感叹到 这个理念真不错啊 于是也开始倡导和违规之类的理念 也有些经营者把经营理念贴到公司的墙上 我们公司就按照这个去执行 实际上 这样的做法很可笑 理念这种东西 如果领导者本人不相信 而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是一文不值的 我们没必要把经营理念想得有多么高深 理念可以很简单 自己从心底相信才能称为理念 无论把怎样漂亮的言辞 相近画框挂到社长室的墙上 都是毫无意义的 经营者本人不相信 企业就不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而且员工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也不会相信墙上的理念 当然就不会紧跟领导者的步伐 领导发自内心的意愿 才能成为理念 领导不断向员工灌输这一理念 于是员工逐渐相信并接受 领导者内心的意愿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全体员工内心的意愿 形成企业氛围 企业文化 到即将破产的公司走一遭 一眼就能看出这家公司要完蛋了 与此相反 一句话也不用交谈 我们就知道这家公司一定会发展壮大 发展壮大的公司 能让我们感受到某种氛围 这是只可一会而难以言传的 下面我举一个身边的例子来说明 我们走进有人居住的房子 即使是简陋的茅舍 也感觉生机勃勃 如果三个月无人居住 哪怕是刚建成一年的新房子 你都会感觉仿佛有鬼怪在门口出没 房子恐怕是完全感觉不到人的意识的 房屋居住者内心的意愿 竟然影响到无生命的房屋 何况是每天几十人上百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呢 公司内部充斥着这些人的意愿 大家的意愿会对一切事物产生影响 员工的意愿向何处发展 对企业起着决定性作用 因此领导者的意愿至关重要 而全体员工的意愿累积起来 则决定着企业的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明白 人心这个看不见的部分有多么重要 社会现象也可由意愿决定 如果说居住者决定着一个地方的整体命运 那么以东京这座城市为例 居住在东京的人 他们的意愿凝聚在一处 就决定了东京这座城市的命运 遇到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 心理医生或社会学家会说 是因为社会存在弊端 所以青少年才会走上邪路 的确 社会风气败坏会导致青少年心理扭曲 犯罪现象随之增加 不过 在犯罪现象增加的社会中长大的青少年 他们的意愿会使社会风气更加败坏 总之 人的心灵甚至能改变整座城市 事实上 还真有人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 超越冥想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也流传到了日本 印度人马赫西在美国创建了马赫西国际大学 倡导一种缓解压力的冥想方式 让内心平静下来进入潜意识的最深处 然后通过冥想驱除头脑中的杂念 最大限度地消除头脑中的意识 最终达到被称作真我大我的境界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称之为 无意识 有些人是能进入这种状态的 马赫西集合了上百人 在城市里一起进行超越冥想 为的是让城市更加整洁美观 当他们进入所谓绝对真我的状态时 他们在心中默想 让这个城市更美好 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有趣的是 实验持续了几个月后 那座城市的青少年犯罪现象大大减少 这是心灵美好的人汇集一处 凭借意念净化社会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马赫西把这个实验称为百分之一效果 占人口百分之一的人进行冥想 就可以让一座城市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说明毫不相干的人 如果大家内心都希望这个社会变好 城市中的犯罪现象就会急剧减少 如今 马赫西正在努力推广超越冥想 希望通过全球规模的超越冥想来拯救人类 动机至善 从领导者到员工心往一处想 的确能够决定企业的命运 既然我们已经注意到意愿如此重要 就应该在工作中时刻铭记 众所周知 在信息通信自由化之际 我创办了第二电电公司 大家都说 我像唐吉赫德一样 那家伙自不量力 竟敢荒唐是 NTT 日本电话电报公司是一家大型企业 营业额超过5万亿日元 仅资本金就高达7000多亿日元 连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高层领导都不想介入电信事业去跟NTT竞争 竟此公司却向NTT发起挑战 这实在是太荒唐了 我刚表示想基深电信事业 日本国铁立即开始行动 他们认为那家伙要是能干成的话 我们肯定会干得更好 于是他们创办了日本电信 准备在新干线沿线铺设光缆 以日本道路公团为主体的建设省也考虑 我们要是在东明高速公路铺设光缆 不是马上就能干成吗 于是他们也加入竞争行列 这两家都认为 经济那样的企业都能干成的话 我们应该比它干得更快更好 于是就在三四年前 电信事业开始了自由竞争 刚才谈到 日本国铁只要沿着新干线铺设光缆 这项事业很快就能成功 道路公团也可以在东明高速公路的 中央隔离带铺设光缆 可是我们第二电电的现有基础设施为零 唯一的选择是在一座座山上 架设抛物面微波天线进行无线传输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在山上架设抛物面微波天线 还要跟林野厅交涉 因为有些山上种植的是防护林 在没有公路的地方 我们还需要出动飞机 另外无线电波经由空中传输 为避免干扰 还要避开其他无线电波经过的地方 我们提前调查哪些地方没有无线电波 只能从这些地方经过 整个过程真是力尽艰辛 大家都认为我们终归是干不成的 没想到我们首先架设好了 从东京到大阪的线路 从1986年10月开始 我们投入到专线的运营中 1987年9月4日开通了公用线路 报社记者最关心的是 我们在9月4日之前能赢得多少客户 截至9月4日 第二电电签署了45万份合同 而向NTT提出开通申请的为25万户 另外一家是日本国铁 他们投入了巨额资金 在国铁车站大量发放日本电信的宣传单 共获得14万份合同 我们远远超过了其他两家公司合同数的总和 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结果 今后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我们必须倍加努力 公司总算顺利发展到了今天 NTT的真腾衡社长在记者会上表示 哎呀我们认输了 我们输给了第二电电的道圣先生 跟我这种在造船场造船的人比起来 电信事业可能还是道圣先生更胜一筹 此番言论被报社记者大肆宣传写得滑稽有趣 实际上我做的事情确实类似于唐吉赫德 那么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 的确我是制作陶瓷的 可我想的是软件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对软件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 考虑到员工的未来 我们公司也要开展软件事业 总之我最初投入电信事业的理由是为企业的未来着想 我从事电信事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普通百姓着想 如今日本的通信网被NTT垄断在东京和大阪之间通话三分钟 需要400日元的花费 今后如果开展正当的自由竞争 通话费应该能降低不少 我们把花费标准设定在300日元 在独家垄断的情况下 花费是不会降低的 即便是那些在经济团体联合会中平起平坐的大企业联手创办一家公司 与NTT也不会有多大差别 是不会降低普通百姓的花费的 只有由我这个一直经营风险企业的人来做这件事 花费才能降低 无论如何 这件事不能交给现有的大型企业 就应该由我这种不成器的经营者来干 在决定加入通信行业之前 我曾经邀请NTT的工程师千本姓生一起干 他欣然应远 我又分别说服了牛尾电机的牛尾智朗 希科姆的范田亮 索尼的圣田招夫 我像明智维新时代的智识一样 向他们表明自己幼稚的理想 我对日本电信事业的未来感到非常忧虑 为了使电信事业真正受到大众的欢迎 现在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我的说法乍听起来过于荒谬 大家一时间哑口无言 可是继续听下去 他们就表示赞同了 你说的没错 不过他们也提出 事情并不容易 对方也是大型企业 如果你能承担责任 我们就支持你 总之 他们的意思是 我们支持你 但所有责任都要由你一个人来承担 接下来 我又为另一件事感到烦恼 我首先考虑的是动机至善 考虑到员工的未来 我必须加入电信事业 给员工留下可继承的产业 而且无论如何 也要降低普通百姓的电信费 那么 我的想法是否仅此而已呢 我有没有渴望功成名就 赚到钱的念头呢 我用动机至善这几个字 自问自答 我是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 而哗众取宠呢 我是不是盼望着出名后 被媒体大肆宣传呢 我念叨着动机至善这几个字 反复追问自己 我还很看重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开展事业的过程中 要做到过程至善 也就是说 为了取得成功 不能采取卑劣的手段 我追问自己 能否做到动机至善 过程至善 直到自己坚信我的 却是这样想的 之后才宣布开展事业 只要动机至善 过程至善 就不必追问结果 我正是坚信意愿的力量 而投身到电信事业中的 迄今为止 我们孜孜不倦地 投入了大约400亿日元 今后打算再投入 至少400亿日元 在四年时间里 实现1000亿日元的投资 这项事业的风险很高 到目前为止 我们始终保持着美好而强烈的意愿 事业的发展也随心所愿 坚信意愿的力量 让这种力量 在事业中发挥作用 就定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第二讲 为什么经营者要懂哲学 经营者必须懂哲学 很早以前 我就认为经营者应该懂得哲学 提到哲学 总是给人一种晦涩难懂之感 其实大家不必把哲学想得那么高深 我想强调的是 希望大家拥有高水准的人生观 经营一家企业 为了始终引领企业走向安全与辉煌 急需我们这些企业经营者 对所有机会做出判断 做出判断的标准 就是判断者的人生观 所以我强调经营者应该懂哲学 就是希望大家尽量拥有高水准的人生观 这么说可能令人感觉有些费解 所以我通过和大家交流自己创办 经刺公司的情况 向大家讲述我所倡导的哲学 我在路尔岛出生并长大 从路尔岛大学毕业后来到京都 就职于一家陶瓷公司 从事精密陶瓷的研究工作 这是我进入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 我在那家公司干了大约四年 不幸的是与公司领导意见不合 所以就辞职不干了 以此为契机 我原来的上司和几位友人提出 应该创办一家公司 于是我们就创办了新的公司 我的下属们也申请加入 这就是京都陶瓷公司 现在京瓷公司的前身 创办了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的公司 我干尽十足 和我一起创办公司的七名同伴 也感到非常欣慰 因为京都陶瓷公司成立了 道胜和夫研发的技术有了用武之地 此前不管研究的多么起劲 取得多么辉煌的研究成果 要想使自己的研究成果问世 都要听取公司领导和经营者的意见 结果是时常被驳回 无法顺利推进 可是 现在这个公司是我们自己创办的 不用再看别人脸色形式 可以专心致志地开展研发工作 于是大家热情高涨 朴素的伦理观成为判断标准 这时 我离开鹿尔岛不过四年时间 虽说从今天开始就是经营者 可我却连何为经营都不清楚 一个连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 都没见过的人要经营一家公司了 束手无策是可想而知的 作为技术员 我可以向客户讲解自己研制的产品 但除此之外 我一窍不通 然而从公司成立的那天开始 下属就把我当作主心股 遇事前来跟我商量 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别人有事跟你商量 你不能总是优柔寡断 必须做出判断 这让我很是为难 那时我27岁 如果在年长些 或是在大企业 有过哪怕一点管理经验 我也许能明白经营是怎么回事 可是我哪一条也不具备 因此无从做出判断 我所拥有的只是海提时代父母和身边的大人 教导我的朴素的伦理观 这个不能做 那个可以做 判断是非的标准 除此之外 我一无所知 世上有的企业一帆风顺 有的却历经波折 人生也是一样 走向辉煌的企业和一帆风顺的人生 恐怕都是各个环节善恶判断积累的结果 企业如今的业绩也好 一个人眼下的生活也好 都是这种积累的表现形式 所以 各个环节的判断失误 有可能导致此前的一帆风顺转为一败涂地 正确的判断至关重要 可是 我却不知道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 正如我前面谈到的 我以父母的朴素教诲为标准做出判断 坚持正确的做人知道 不过 考虑到对员工说 我是以小时候挨父母训斥的事 作为标准进行判断的 这也太缺乏权威性了 所以我采取的说法是 我是根据原理和原则做出判断的 原理和原则是一个让人似懂非懂的说法 经常有员工问我 原理和原则是什么 于是我向员工宣称 原理和原则就是正确的做人知道 我做出的所有判断依据的都是这个标准 我告诉大家 我不是根据企业赚钱与否 也不是根据个人得失 而是以正确的做人知道为标准进行判断的 无论遇到怎样的阻碍 我都要把正确的事情坚持到底 我就是以这种极为朴素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极为幼稚的思维方式作为判断标准的 正因为这种以朴素的伦理观作为判断标准是正确的 竟此才一路走到今天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前面谈到要成为经营者就必须懂哲学 不过 我所说的哲学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 而是应该以正确的做人知道为标准对事物进行判断 它不是利害得失的评估 也不是战略战术的制定 而是作为人要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这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人所走的正确道路在哪里呢 它的原点就在于 还提时代父母对我们的教导 这个可以做 在于父母对我们的批评 这个不能做 这就是判断的标准 如果一个人希望追求更高层次的标准 可以将严格的伦理观作为标准 也可以参考哲学家倡导的哲学标准 我建议大家尽量追求高水平的判断标准 但这些标准的原点还是要追溯到父母对我们的教诲 把正确的做人知道贯彻到底是成为经营者的条件之一 要成为经营者就必须懂哲学 不过我所说的哲学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 而是应该以正确的做人知道为标准对事物进行判断 它不是利害得势的评估 也不是战略战术的制定 而是作为人要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这是必不可少的 伦理观欠缺的企业得不到发展 此后 经辞相继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二步和第一步上市一路发展至今 事实上这种发展模式并不多见 中小企业规模大了就会破产的情况极为常见 之所以破产是因为缺少约束企业的伦理观 起初公司规模小时 社长的目光能照顾到各个角落 所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员工在几十人到几百人的规模 企业是能够勉强发展的 问题出现在从中小企业向中间企业发展 组织结构逐渐庞大的时期 这个时期如果领导者缺乏正确的伦理观 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 于是有些企业开始停滞不前 我们如此拼命工作 为什么公司不见发展壮大呢 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困惑时 多数情况下可能是经营者没能和骨干员工 及其他员工就约束企业的判断标准达成共识 未能彻底贯彻判断标准 并使判断标准深入员工内心 企业内部就会由此产生混乱 导致企业停滞不前 员工在几十人到几百人的规模 企业是能够勉强发展的 问题出现在从中小企业向中间企业发展 组织结构逐渐庞大的时期 经营管理体系不健全的企业得不到发展 另外一个原因是经营管理的问题 前面我谈到 当时我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 我逐渐明白了经营企业不懂财务是不行的 于是晚上我把财务课长叫过来 向他学习财快方面的知识 可是我同时还要做研究工作 从头学习富士记账法的原理实在是太麻烦 太难了 当时我问财务课长 所谓经营 简单的说就是销售额高 成本低 对不对 两者之间的差额 就是我们赚的钱 对不对 财务课长点头秤势 我心想 那就简单了 我不懂财务也没关系 最大限度的增加销售额将成本降到最低不就行了吗 大家可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并非如此 很多经营者一定认为销售额增加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可是我却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销售额增加成本可以不增加 总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尽量不消耗材料费之类的成本 这和煞费苦心的创造附加价值是同样的道理 我考虑的是凭借智慧增加销售额同时减少成本 智慧的结晶是不需要原料的 无论销售额如何增长都不花费成本 所以全部能变成利润 增加销售额压低成本 按照这个思路经营就可以了 为此不是要把财务工作叫给财务人员去做 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包括生产和营销部门在内 所有部门的核算全部透明的体系 于是我在经营中小企业阶段 创建了我称为阿米巴经营的模式 在阿米巴经营模式下 无论企业规模发展到多大 都可以时时看到各部门的详细核算情况 如今在销售额高达一万亿日元的企业中 无论多么小的事业部门 在一个月结束后的下一周内 其核算情况都可一目了然 因此哪个事业部的哪个地方有问题 哪里出现赤字在短时间内即可知晓 唯有构建起这样的管理会计体系 才能在事业规模扩大时看到问题所在 否则将会导致巨大的失败 总之 由于企业规模扩大 经营的实际情况变得模糊不清 最终导致企业走向破产的情况屡见不鲜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我建立了一套体系 使每一名员工都能与经营者 在相同的认识下开展工作 经资公司最终实现了规模的扩大 请美国的子公司拥有同样的哲学思想 1990年 我们收购了位于美国东海岸南卡罗来纳州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VX公司 使其称为经营的子公司 这是一家拥有数千名员工的大型企业 公司位于美国 从成为经营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时开始 我就希望他与经营拥有同样的哲学思想 日本经营的哲学思想 与资本主义的卖家圣地 美国企业管理者的想法是不可能一致的 不过我还是希望与他们拥有同样的哲学思想 我的判断标准是正确的做人之道 其原点是父母的教诲 长大后我接触到以佛教为首的宗教 以及中国古典作品 对于正确的做人之道理解的更加透彻 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归纳总结在 提高新性拓展经营一书中 让美国那家公司的管理者和员工 阅读这本书的英文版 然后决定以共同拥有经词的经营哲学为目的 开展一次讨论 于是我来到了美国 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的是 美国当地的子公司 经词国际T的副社长 他担任过俄勒冈州立大学经营学的教授 曾经负责培训经词的美国高管 在举办讨论会的前一天 这位副社长对我说 出麻烦了 英译本是在一周前发下去的 要求大家阅读后提交感想 感想大家倒是都交上来了 可内容却出了问题 大家表示 给我们灌输这种思想 真是岂有此理 真让人难以忍受 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 争论的已经够激烈的了 又搬来如此可笑的东洋哲学 真是够了 我们是为了赚钱而工作的 这本书却主张不能为了赚钱而工作 这是何等愚蠢的论调 那位副社长原本计划 用一天半的时间进行讨论 如此看来 局面恐怕难以收拾 所以他提出 将讨论的时间缩短一半 我回答说 按原计划进行 然后就参与到了讨论中 心灵沟通 无国界是人类应有的姿态 在讨论的过程中 不断有人反驳 这本书第多少页的说法 我不能接受 要是像我们灌输这种想法 我们是无法一起经营的 参加讨论会的 有200多名管理者 我单枪匹马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比如书中有这样的内容 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 这一点我在前面也谈到过 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毫无道理 我反问大家 难道大家不这么认为吗 我接着解释说 我确实主张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 但我并没有要求大家的工作状态 和日本一样 我考虑到了美国的经济习俗 我很清楚 在美国金钱是提高经营者 积极性的激励因素 大家在美国社会获得的商业常识 我也会去实践的 事实上 我给这家AVX公司的会长 和社长支付的薪水 远远高于我在日本的收入 我接着问大家 就算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如果有人利用休息日 到教会做志愿者 难道大家不会称赞这个人了不起吗 还是会称赞的吧 我只是想说 和在金钱的诱惑下工作相比 把金钱置之度外去工作更了不起 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呢 一方话说完 大家表示同意我的观点 可以理解 我们也觉得 那些不计报酬 投身志愿服务的人 很了不起 诸如此类 我对大家的问题 逐一耐心解答 一次又一次 博导大家的质疑 于是 这家公司的会长和社长 大半夜登门 对我说 您今天的话 我们完全理解了 您所说的 也许是我们之前 正在淡忘的事 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 也有伦理观 马克思 维博曾经说过 在资本主义崛起时期 强大的新教伦理观 支配着整个社会 产业革命兴起 资本主义在欧洲崛起 那时的经营者 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这些人以基督教 尤其是新教极为严格的伦理观 为支柱 开展经营活动 总之 在资本主义初期 从事经营工作的 是拥有基督教博爱精神 和人道主义的经营者 正因为如此 资本主义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 然而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 于是近年来 颓废的拜金主义 日益抬头 不过 扎根于美国 现代经营者内心的 依然是基督教的修养 所以对我的说法 他们表示理解 我们知道 您的想法非常了不起 只是我们 没有把它作为 日常的判断标准 我们认为 自己的判断标准 就是追求利润 可是 您所坚持的伦理观 对做人的根本 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他们决定 和我们在思路上 达成共识 何为经营者 应拥有的哲学 我说服了 刚收购的这家保守的 美国企业的员工 和经营者 让他们认同了 我的思想 见此情景 二十年来和我一到 在美国经营 经辞国际的同仁 吃惊非笑 他们反省道 我们还不太理解 道圣和夫的思想呢 于是连他们也开始 发生改变 结果 AVS在被收购的六年间 销售额增长了三至四倍 利润增长了六倍 虽然其他国家的人 在民族 历史背景和语言方面 跟我们不同 但也可以和我们拥有 同样的企业经营哲学 我再重复一次 懂得哲学是经营者 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个哲学的原点 就是正确的做人知道 正确的做人知道 这个问题 既是哲学问答 同时又可以树立 经营者应有的哲学思想 懂得哲学是经营者 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个哲学的原点 就是正确的做人知道 正确的做人知道 这个问题 既是哲学问答 同时 又可以树立 经营者应有的哲学思想 神灵素于万物之中 前面我多次谈到 正确的做人知道 那么人的本质 究竟是什么呢 佛教 特别是比瑞山的天台宗 将人与物的本质解释为 山川草木 皆西成佛 集山也好 和也好 草也好 树也好 所有一切皆为佛 也就是说 天地间万物 都内含佛性 我们小时候 吃饭掉饭里 爷爷奶奶告诫 我们说 神佛藏在饭里里呢 或者浪费东西 眼睛会坏掉的 佛教告诉我们 天地间万物 不仅一切生物 就连非生物 都内含佛性 印度有位名人 叫塞巴巴 他自称神的化身 他创造了 各种各样的奇迹 我问塞巴巴 你是神的化身 那我是什么呢 他回答说 你也是神的化身 我继续追问 那么 我们俩之间 有什么区别 他解释道 我认识到 自己是神的化身 而你没有认识到 塞巴巴的意思是说 每一个人身上 都内藏着神灵 佛教主张 每个人身上 都内含佛性 而塞巴巴认为 每个人身上 都内藏着神灵 追寻人的本质 另外 我还读到过 伊斯兰哲学大师 景统俊燕先生 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 景统先生 是东洋哲学的大家 同时 他为了阐明人的本质 还在学习瑜伽 他通过冥想 探寻自己的本质 究竟是什么 景统先生表示 入境冥想时 日常生活中 纷繁杂乱的意识状态 逐渐趋于一种 微妙的意识 之后 感觉身体 无限接近 通透明亮 达到入定的境界 景统先生这样 描述此时的状态 意识非常清晰 但五官的感觉消失了 只留下自己 依然存在的感觉 这是一种 难以言传的意识状态 这就是佛教中 所说的解脱 开悟的状态 瑜伽大师描述说 通过冥想 使精神入定后 内心充满 无限的幸福感 以致泪流不止 这是喜极而泣的眼泪 佛教称之为 三昧境界 景统先生通过冥想 多次经历过 这种状态 自己依然存在的 意识非常清晰 但其他感觉 全部消失 在这样的意识状态下 感觉周围的一切 都仅能称为存在 自己当然也是如此 正如景统先生所言 一般情况下 人们看到花卉说 这里有花 而他却认为 可以说存在开花了 景统先生的意思是说 仅能称为存在的事物 在扮演着花的角色 景统先生书中 写的这些内容 很像是禅语问答 景统先生的描述 打动了京都大学 名誉教授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 心理学家 何何损雄先生 何何先生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你这个存在扮演的是花 我这个存在扮演的是何何 何何先生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存在 在世界上扮演的是花 而我这个存在 扮演的是何何损雄这个人 一切事物的存在 都有意义 上述内容可以扼要地概括为 天地间万物都是同根同源 同样的存在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表达 你这个存在扮演的是花 我这个存在扮演的是何何损雄 那么 我们同样也可以将 仅能称之为同样条件下的存在 转换为各种姿态 借用塞巴巴的说法 神灵化身为每个人的形态 而成为现在的样子 而天台宗则表述为 神佛化身为每个人的形态 我们的地球上 现在居住着几十亿人 这些人姿态各异 性格和能力也不尽相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能力 相貌和思想各不相同的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他们是否原本来自同样的神灵 这是否就是仅能称为存在之物 我们不由得心生疑问 为什么人们是千姿百态的呢 此时我首先想到的是 我究竟是谁 为什么我会成为经营者呢 是我成就了经词吗 本事源于同一正身 来到世上的结果却迥然不同 相貌有别才能各异 有人一生成功 有人历经坎坷 就其原因 我们可以简单归结为 能力不同 结果当然迥异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神灵为何如此不公平呢 关于这件事 我是这么想的 只有形形色色的人存在 才能构成社会 几十亿同样的存在 是无法构成社会的 建构这个社会 需要各种能力的人 所以 原本是同一个存在的神灵 在来到人间时 化身为不同的相貌姿态 而且能力千差万别 可是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有的孩子一生下来 身体就有残疾 有的人终其一生 命运多舛 大家也许会说 神灵为什么要对他们 进行如此残酷的考验呢 一生下来 身体就有残疾的孩子 他们的父母 的确痛苦不堪 但这样的孩子 也许肩负使命而来 他们以自己的残疾之身 唤醒父母内心深处的爱 让亲朋好友和街坊邻里 心怀爱意 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也许大家觉得 没必要让他们生而残疾 可是这样的孩子 毕竟也是带着伟大的使命 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 人世间存在的一切皆有所用 这些存在是理所应当的 是有必然性的 而且正因为人世间的事物如此多样 我们的社会才得以构成 几十亿同样的存在 是无法构成社会的 建构这个社会 需要各种能力的人 所以原本是同一个存在的神灵 在来到人间时 化身为不同的相貌姿态 而且能力千差万别 只是偶尔扮演了一次主角 就我自己而言 我一直认为自己 只不过是依据前面谈到的 判断标准经营企业 碰巧事业进展顺利而已 那么事实上 我是否也有才能呢 从事陶瓷研究也好 经营第二店店 显PDI也好 之所以能够开展史无前例的工作 是不是因为我具有相当卓越的才能呢 与此同时我也在思考 能做这些事情的人 是否非我不可呢 既然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 那么这只不过是造物主 偶然将这样的才能赋予 道圣和夫这个人而已 如果让另一个人代替我也毫无问题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舞台 那么现实这个舞台 需要各种各样的人 扮演主角的 扮演配角的 后台人员 负责大小道具的人 为主角化妆的人 缝制演出服的人 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 舞台才得 已成立 我只不过是偶尔扮演了一次主角 如果让其他人来扮演 人生的舞台也照样旋转 当我领悟到这个道理时 后背一阵阵发冷 现代社会的确需要经营这家公司 也需要第二店店 但创办和经营这两家公司的 却不一定非我莫属 不可将才能据为己有 人一旦获得成功 就很容易骄傲自满 一心想着我有才能 我有本事 所以才会成功 把才能据为己有 进而就开始想 我是这家公司的社长 拿一两亿日元工资 是理所应当的 可是 事情并非如此 造物主赋予我才能 其用意是 赋予你的才能 可以让社会顺利发展 所以请把你的才能 用于社会和世人 如果我们误解了 造物主的用意 降才能据为己有 只顾一己享用 那些碰巧没有被赋予 才能的人 就太悲惨了 有才能的人 没有才能的人 身体有残疾的人 形形色色的人 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他们为社会 为世人竭尽全力 社会由此 变得更加美好 而无论自己的才能 有多么了不起 如果将自己的才能 全部随心 所欲得用于一己 社会将难逃厄运 因此 我们不可降 才能据为己有 很多人都是因为 具有经营才能 才成为经营者的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应该把自己的 才能用在员工身上 用在支持公司 发展的客户身上 除此之外 如果还有用之不尽的才能 就请为当地社区 做出贡献吧 神灵正是为此而赋予 经营者超凡才能的 我意识到这一点时 正处在公司业绩 斐然而自己动辄 望子尊大的时期 这让我吃惊飞小 于是我振作精神 告诫自己 此事非同小可 我绝不能 降才能聚为己有 以立他之心 经营企业 带着这种想法 放眼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 政界和商界 各种丑闻层出不穷 很多远比我优秀 工作远比我出色的人 走向没落 实际上 一切后果都是那些 才能出众的人 将自身的能力 据为极有导致的 因此 我希望企业领导者 一定要拥有 能称为哲学的高水平的 判断标准 如果独自苦自冥想 难以奏效的话 可以读一读哲学经典著作 也可以阅读成功人士 撰写的书籍 里面介绍的也很清楚 起初可以借用书中的 经典哲学 借用之后 自己再努力去领会 要早晚阅读 真正做到消化吸收 用这种方式 掌握了绝佳的判断标准 或哲学 与此同时 如果作为领导者 你还拥有卓越的才能 请一定将自己的才能 为员工所用 为客户 为社会所用 这样一来 你的公司定会获得 远远超出你想象的 辉煌业绩 立即谋求的是一己私利 理它 是为他人着想 以善解人意之心 进行经营 企业就会真正走向辉煌 也许大家会说 依靠这种近乎 博爱主义的天真想法 能经营企业吗 然而毫无疑问 经营的秘诀正在于利他 我们为员工着想 员工就会更加精力充沛 干尽十足的投入工作 于是企业才会发展壮大 我们为客户着想 客户就会支持企业的发展 于是企业才会走向辉煌 当然 经营方面的核算必不可少 如果核算错误 比如卖出的商品低于采购价 以讨得客户欢心 那么无论怎样利他 经营也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因此 我们应该在获取正当利益的前提下 进行经营 在此基础之上 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追求利润 而且要让思路向利他的方向拓展 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 人一旦获得成功 就很容易骄傲自满 一心想着我有才能 我有本事 所以才会成功 把才能据为己有 进而就开始想 我是这家公司的社长 拿一两亿日元工资是理所应当的 可是 事情并非如此 造物主赋予我才能 其用意是 赋予你的才能 可以让社会顺利发展 所以请把你的才能用于社会和世人 宇宙大爆炸和宇宙的进化 为什么拥有一颗善解人意之心 企业就会发展壮大呢 我认为 这是因为宇宙的结构就是如此 如果有人要我举出例证 我还真办不到 因为这不是能够证明的 但我对此却深信不疑 尽管如此 考虑到很多人难以理解 我还是说明如下 现代物理学认为 我们的宇宙 起源于一次基本粒子引起的大爆炸 这就是宇宙大爆炸理论 在基本粒子的大爆炸之中诞生的宇宙 目前还在继续膨胀 这种理论被称为膨胀理论 这是全球物理学家的观点 已成为物理学界的定论 宇宙中最初只有基本粒子存在 从宇宙大爆炸的瞬间开始 一刻也不停地进化至今 一切皆幸福是宇宙的法则 也就是说 非生物也在进化 如果不进化 宇宙至今依然是基本粒子的状态 当然 我们也不会存在 如果只考虑生物的话 我们只谈生物进化论就可以了 可重要的是 作为非生物的原子也在进化 宇宙一刻不停地进步发展 这就是宇宙的法则 宇宙中流动着这样的意识和意志 也就是说 宇宙正朝着使天地间万物幸福的方向 进步发展的方向运转 宇宙发展的方向 绝不是企业破产或人生坎坷 宇宙自形成之初 就连非生物都在顺利进化 一切有生命的物质更是如此 因此 最初的一撮基本粒子 才会创造出今天这个伟大的宇宙 怀有利他之心定会成功 如果说宇宙中流动着这样一种气 可能有人会说 我不相信什么气 如果大家不相信气的存在 可以回忆一下现代物理学的内容 知道宇宙中存在着使一切事物 发展进化的法则就可以了 这一法则 在基督教中用爱这个词来表达 宇宙中充满爱 佛祖释迦牟尼 则将其表达为慈悲 宇宙中充满慈悲之心 一切事物才会顺利发展 总之 无论人们身处怎样的逆境 宇宙都一视同仁地 让他们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那么 发展的不顺利是因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们有利己之心 只顾自己 不管他人 宇宙不允许我们只顾自己 宇宙希望所有一切都顺利发展 也就是利他 我们置身于宇宙之中 只想着挤掉别人 自己飞黄腾达 在这种违背宇宙意志的精神作用下 失败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是咎由自取 所以基督也好 佛祖释迦牟尼也好 都提倡爱的精神 提倡以利他之心生活 我想 基督和佛祖释迦牟尼 都是通晓宇宙法则的 从最先进的物理学的角度考虑 宇宙结构 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幸福的 如果你得不到幸福 那就是你内心的问题了 经营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 以一颗美好的心灵 为大家拼命努力 定会获得成功 当然 努力是必不可少的 不是说心灵美好就能成功 躺在床上是不会成功的 所谓企业经营 必须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以不辞劳苦的努力投身工作 企业才能顺利发展 可是有人却提出 我已经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了 可薪水和别人一样 我是不干的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作为企业领导者 你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 是为了员工 为了客户 将这一切视作理所当然 并为此心甘情愿的工作 企业才能顺利发展 遵循宇宙的法则 一切将会顺理成章的顺利发展 宇宙的结构 便是如此 为了发挥宇宙法则的作用 利他之心必不可少 这一点请大家时刻铭记 如果你得不到幸福 那就是你内心的问题了 经营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 以一颗美好的心灵 为大家拼命努力 定会获得成功 第三讲 向安刚正读先生学到的经营秘籍 自然向他低下头去 从走上社会至今 我受到许多人方方面面的影响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 当属安刚正读先生 我之所以能有今天 正是因为受到了安刚先生的熏陶 所以我对他非常感激 安刚先生的书我读过不少 据说他对人类学研究的非常透彻 极富人格魅力 具有伟大的人性和高尚的品德 雄精开阔 那么 这位声名卓著的安刚先生 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我一直盼望着 能有机会亲临雅教 可遗憾的是未能如愿 京都有一家名为 Moonbat的公司 社长河野卓南先生 年长我一轮多 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 我向他提出 有机会想拜访一下安刚先生 河野先生表示 他也有此意 没过多久 河野先生加入了关系室友协会 他欣喜地告诉我 我终于有机会和安刚先生见面了 我想象中的安刚先生 是一位散发着人格魅力的人 我期待着倾听河野先生的感想 过了没多久 我就急切地向河野先生询问 安刚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他回答说 我来到安刚先生面前 就自然而然地低下头去 无法再抬起头 河野先生号称京都头号论客 他却说 安刚先生是一个 让自己自然而然低下头去的人 我越发想知道 安刚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越来越渴望能和他见上一面 河野先生也表示 愿意带我去拜见安刚先生 我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可是尚未如愿 安刚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因至禄的歧视 我与安刚先生未曾有过一面之缘 对先生妄加谈论实在是自不量 B 不过我始终认为 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 正是得益于安刚正读先生的教诲 那么我在以往的工作中 是以怎样的思路去实践 安刚先生教诲的呢 我出生于鹿尔岛 大学毕业之前一直生活在鹿尔岛 23岁那年来到京都 在公司工作了四年 从事陶瓷研究工作 27岁那年 我在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下 创办了京次公司 开始独立经营 我在农村长大 并非毕业于名牌大学 我所经营的京次公司 目前按照合并销售额计算 规模已达7000亿日元 1984年创办的第二店店 至今已迎来第13个年头 销售额高达1万亿日元 这完全是由于 我在走上社会后的40多年间 忠实地遵循安刚先生的教诲 不懈努力的结果 我在多年的经营中 反复思考这样的问题 人生是什么 人是什么 在安刚先生的书中 答案写得简单明了 人的命运是与生俱来的 这是天命 而不是宿命 安刚先生明确地告诉我们 人可以通过思想和行动 来改变命运 我年轻时读 《命运和利命》 后改名为《读音质路》 一书被这种说法深深地打动 《音质路》的作者是 中国的元勒凡 他生活的时代相当于日本的风尘秀吉时代 离现代并不遥远 《音质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元勒凡年幼时 一位神仙般的老人从他家门前经过 那位老人看到少年元勒凡后开口道 我在南国学习一经 受上天之命到此寻访你 南国指的是今天的云南省 那位老人在南国接受了向少年元勒凡 传授一经的天命后远道而来 老人提出想住宿一夜 勒凡的父亲已经过世 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他禀告过母亲后 把老人让进屋内 夜晚 勒凡招待老人时 老人审视着这位少年的面孔 对他的母亲说 您是打算将来让这个孩子当医生吧 可是他是不会学医的 他走的是仕途 科举考试分为几个阶段 他会在哪一年参加哪一级考试 在多少人中排名第几 在下一阶段的考试中排名第几 最后出任地方长官 后来他结了婚 但遗憾的是没有孩子 53岁那年寿终 人不应遵照天命生活 少年了凡并不相信老人的话 他只是无意中听到 并没往心里去 后来他长大了 开始为走上仕途而发奋读书 参加科举考试的结果 与老人预测的完全一样 就连在多少人中考取第几名 都丝毫不差 虽然勒凡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但他还是走上了命运安排的道路 正如老人所言 了凡顺利地走上了仕途 被任命为某地的官员 前往复任 那个县里有一家禅寺 寺里有一位著名的法师 勒凡去那家禅寺参禅 整整三天三夜 勒凡和法师一起坐谈 看到这位年轻的官员 心境清澈纯粹 毫无杂念 宁神坐谈的样子 法师暗自佩服这个男子 不由地问道 你尚且年轻 就心无杂念与妄想 你是在何处修行至此 并成为如此人物的 于是勒凡就向法师讲述了 年幼时遇到那位老人的故事 他说 回顾以往我的人生与老人所言分毫不差 我的命运已由上天决定 比老人说的更好的事情恐怕不会发生 比老人说的更糟糕的事情我想也不会发生 我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 听罢此言 法师大怒 我以为你年纪虽轻却已开悟 心境清澈纯粹 是个了不起的人 没想到你居然相信如此荒唐的说法 我以为你是个闲人 原来你竟是个愚蠢透顶之人 法师告诫他 人的命运的确是与生俱来的 这叫做天命 可是 谁会遵照天命生活呢 那么 该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法师认为 要想改变命运 就要行善 了凡为人正直 他意识到 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 是多么错误 回到家 他把法师的话告诉了夫人 夫人也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在此后的人生中 他和了凡一道不断努力积德行善 认为想好事 做好事是正确的 想坏事 做坏事是错误的 人的命运 的确是与生俱来的 这叫做天命 可是 谁会遵照天命生活呢 那么 该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要想改变命运 就要行善 一番风顺时 不可骄傲自大 后来 乐凡对自己的儿子说 在你出生前 法师曾对父亲说过这样一番话 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 那以后 我就和你母亲一起想好事 做好事 我年幼时 曾经遇到过一位老人 他说我没有孩子 53岁就会受众 可是你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今年也已经69岁了 接下来 乐凡边 回忆自己的前半生 边教导自己的儿子说 依靠人的力量 无法改变祸福 这种天命的说法 是世俗的观点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也是圣贤之人 告诉我们的真理 这就是祸福 皆为自己所求 据安刚先生的读音质录 记载 乐凡进一步告诫 自己的儿子 我不知道你的命运 是怎样的 如果有一天 你功成名就 一定不要忘记 自己过去不得志 落魄时的心情 绝不可目空一切 即使眼下风衣足食 也不要忘记 贫困时的近况 即使现在夫妻 互敬互爱 也不要恃宠作态 切记时常反省 谨言慎行 即使家族世代 德高望重 也不要忘记 身份卑微 不被别人放在心上的时候 即使现在学问高深 也不要忘记 学识浅薄 顽固守旧时的情景 在读音质录的最后 安刚先生告诫我们 在自己的命运好转 开始一帆风顺时 绝不可骄傲自大 通过为社会 为世人竭尽全力 改变命运 阐述宇宙的真理 实在是太难了 可是 把困难的事理解的困难 度过困难的人生 恐怕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吧 我认为 应该把困难的事理解的简单 从中发现真理 捍卫真理 只有这样 才能成就我们的人生 我是个学化学出身的技术员 一直专心从事陶瓷研究工作 并没有读过大量哲学 和文学方面的书籍 可是 读了安刚先生的著作之后 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即使不知道 自己背负着怎样的命运 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也可以通过行善 使命运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安刚先生借阴之路告诉我们 命运会随着人的行为发生改变 而且 或与福都是自己的意愿 或追求的结果 郑重其事的宣称为社会 为世人竭尽全力 似乎越是知识分子 嘲笑这种说法的人越多 可是 没有什么事情 比为社会 为世人竭尽全力 更了不起的了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的人生目的 都是为社会 为世人竭尽全力 佛教中说一灯照鱼 任何人都是带着特定的伟大使命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通过履行自己的使命 为社会 为世人竭尽全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为社会 为世人竭尽全力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并且只顾自己 不考虑他人的利己之心 形成为他人的幸福 而祈祷的利他之心 我们自己的人生 会变得丰富多彩 也会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 佛教就是这样劝诫我们的 日本天台宗座主山田会地 长老在世时 我曾经多次有机会前去拜访 并和他交谈 有一次 他教我忘记立他 日文独座 Mukrita 在日文中 这个读音和引以为界 读音相同 我的理解是 对只顾自己 不考虑他人的想法 我们要引以为界 安刚先生也告诫我们 忘记立他 是使人生丰富多彩的 根本之所在 佛教中说一灯照鱼 任何人都是带着 特定的伟大使命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通过履行自己的使命 为社会 为世人竭尽全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为社会 为世人竭尽全力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并且只顾自己 不考虑他人的利己之心 形成为他人的幸福 而祈祷的利他之心 我们自己的人生 会变得丰富多彩 也会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 佛教就是这样 劝诫我们的 医院驱使我向 NTT发起挑战 然而 有些企业经营者 并不理解这种说法 他们认为 经营企业就是要追求利润 说 并且利己之心 贯彻利他之心 要去爱别人之类 冠冕堂皇的话 能经营企业吗 我相信通过善行 可以使企业获得发展 我自己也始终是这样实践的 其中的一个实例 就是我在1984年 创办的第二电店这家公司 虽说经次公司 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可是我为什么要 介入电信事业呢 而且一个关系的企业家 更准确的说是京都的企业家 介入全日本范围的事业 是不是有些狂妄自大呢 当时的很多报刊 正是这么宣传的 我本来也没打算经营 长途电话公司 只是因为经次的事业 发展到了海外 所以切身感受到 日本的通信费之高 我觉得 有必要设法引进竞争机制 以低廉的价格 向国民提供电话服 可是大型企业NTT自明智以来 始终垄断着通信行业 销售额高达数万亿日元 能创办一家企业 与之相抗衡吗 如果能创办这样的企业 也应该是以经济团体联合会为中心的 日本大企业创建的联合体 我盼望着民间早日成立这样的联合体 与NTT竞争 从而降低国民的通信费 可是与规模庞大的NTT抗衡 是伴随着风险的 因此没有哪家企业宣布介入这项事业 后来我逐渐认识到 即使日本的大企业创建联合体 与NTT相抗衡 恐怕也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在普通国民看来 似乎是在竞争 但事实上不过是力权均摊而已 结果是略微降低些化费 敷衍了事 展望21世纪 电信行业已迎来自由竞争的新时代 我们这些年轻的经营者 应该满怀热情地迎接挑战 想到这一点 我便无暇顾及自己的立场 和公司的实力 迫不及待地渴望向NTT发起挑战 我很清楚 这场挑战有些鲁莽 可是思来想去 要是不把远远高于 其他各国的通话费降下来 实在是对不起日本广大民众 这种想法在我脑海里越发强烈起来 我把NTT出身的年轻技术员 以及和我关系亲密的人召集到一处 讨论该如何与NTT抗衡 仔细推敲我们的计划 这作为一项事业 总算是有实现的眉目了 可是实际干起来 我却经历了一番烦恼 反复自问自答 是否动机至善 私心了无 现在我还经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烦恼至极 我回到家 每天晚上睡前都会问自己 我准备新创办一家公司 向NTT发起挑战 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 我把自己的想法表达为动机至善 私心了无 每晚念诵 我自己宣称 之所以希望新成立一家通信公司 与NTT向抗衡 是因为想降低国民的通话费 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可是 这是不是漂亮的托词呢 我是不是想出风头呢 在京都成立一家名为京慈的公司 取得了成功 稍微有了些名气 再到东京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 为的是博得众人的赞赏 四处吹嘘 自己想做这件事是真正出于为他人考虑 还是出于自私自利的想法 我反复刀念着动机至善 私心了无这句话 不停地拷问自己 半年时间里 我一日不停地反复自问自答 最终得出结论 我的 想法绝非源于自私自利 我终于弄明白 自己的心情没有丝毫虚假 为了国民 为了社会和世人 即使付出代价 我也坚决要干 于是我在董事会上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大企业承担的风险较大 所以很难躋身通信事业 因此 我想介入这项事业 当时 京慈的现金及银行存款 共计1500亿日元 我表示 如果投 如1000亿日元 事业还不能顺利进展的话 我就撤退 我已经做好了 白白扔掉这1000亿日元的准备 请让我干吧 就这样 我投身到通信事业中 我反复叨念着动机至善 私心了无这句话 不停地拷问自己 半年时间里 我一日不停地反复自问自答 最终得出结论 我的想法绝非源于自私自立 我终于弄明白 自己的心情没有丝毫虚假 为了国民 为了社会和世人 即使付出代价 我也坚决要干 第二电电冲破阻碍 获得成功 我一宣布成立第二电电 日本国铁 现在的Jior 就立即宣布参与其中 为了保证列车准点运行 日本国铁 是有自己的通信团队的 他们有现成的技术 只要在东京 明古屋和大阪之间的新干线沿线铺设光缆 或者以环绕日本列岛的形式 在太平洋和日本海铺设海底电缆 因为日本国铁也宣布参与竞争 我马上前去拜访了国铁的总裁 向他提出请求 光缆铺设一条和铺设两条应该是一样的 请把我们的光缆也铺设好吧 这是国家设施 为公平起见 能不能帮我们把光缆铺设好 当时的国铁总裁冷漠地拒绝了我的请求 通信事业是国铁的工作 我们不能为你的公司提供空间 接下来 日本道路工团和丰田汽车 也宣布参与到竞争中来 他们表示 只要在高速公路的侧沟里埋涉光缆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启动通信事业 监此情景 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媒体观察报道 认为这下决出胜负了 最早宣布参与竞争的第二电电 要彻底失败了 国铁方面有新干线 日本道路工团有高速公路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投入通信事业 可是第二电电任何设备都没有 这样一来 第二电电将首先破产 为了确保通信线路 我们第二电电所能采用的唯一方法是 在山顶架设抛物面微波天线 通过微波这种无线电波的形式传输信号 然而 日本列岛上空的电波错综复杂 如果受到干扰 就无法发挥通信作用了 我们的无线电波 必须避开其他电波经过的地方 为此 我们必须弄清 哪里有什么样的无线电波经过 可是有些地区经过的无线电波 是防卫厅使用的设计国家机密 所以仅凭我们的力量难以全部磨清 该如何是好呢 正当我为难之际 也许是对我们的窘境不忍作势吧 当时的NTT总裁 甄腾恒先生启发我说 NTT以前也勘察过新的无线线路 已经有了大致的目标 不过 我们已经在地上铺设了光缆 实现了大范围通信 所以就没有采用无线通信 我可以告诉你那条线路 我立即向NTT的技术人员 问明了那条线路 这才架设起抛物面微波天线 其他两家竞争公司 只要在现有设备上铺设光缆 就可以开展事业了 而我们却要在一座座山顶上 建造铁塔 再架设微波天线 夏季 我们在炎热的山里 任凭花脚文叮咬 冬季在肆虐的寒风中作业 和两家竞争公司相比 我们面临着巨大的阻碍 不过 在年轻员工们的拼命努力下 我们终于和两家竞争公司 同时开始营业 此后 包括手机等移动电话事业在内 第二电店在创业13年后 销售额达到1万亿日元 在三家长途电话公司中 销售额最高 利润最多 满招损 千受益 大家普遍认为第二电店肯定首先破产 可是经过动机至善 四心了无地反复追问 结果企业在13年间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通过这段亲身经历 我明白了安刚先生借用中国的古典名著 对我们的教导 绝非无稽之谈 现代人 尤其是知识分子 不相信自己的命运是与生俱来的 更不相信命运会随着自己的行为和想法发生改变 可是 命运会随着自己的行为和想法发生改变 这俨然是事实 安刚先生在谈到 阴之路时 也阐述过这方面的内容 阴之路中记载 乐凡对自己的儿子说 一帆风顺时也绝不可趾高气扬 他还说 为谦授服 乐凡又进一步告诫自己的儿子 满招损 谦授意 谦虚是非常重要的 在经济界 有人拥有超凡的能力 了不起的工作 令人羡慕的地位 可最终却走向没落 正因为他们在众人眼里是出色的领导者 所以才更让人惋惜不已 这是因为他们欠缺了德 因而也就丧失了 对于出色工作的正确评价 最终坠入无底深渊 安刚先生 用阴之路中的为谦授服这句话 告诫世上的领导者 骄傲自满 是多么不可取 不可轻视做人之道 如果他们早些知道 通过积德行善 可以改变人生 知道为谦授服的道理 现在应该正在努力为社会 为世人竭尽全力工作 而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对于安刚先生提倡的 做人之道和人类学的道理 我们过于轻视了 我所学的专业是化学 化学也好 物理学也好 生物学也好 各专业领域的学问 都获得了飞速发展 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文明 可是 我们却忘记了何为人生何为人 这些追本溯源的问题 安刚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 看到当今日本社会的面貌 他会发出怎样的警告呢 这样下去 是否会人心不古 适风日下呢 对此 我心怀畏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